歡迎收看新聞大百話 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李作恆 首先來邀請這一節 要參與我們討論的來賓 前駐牛大使借文集 作恆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毛佳慶 作恆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謝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們要先來看到 現在這個說到網軍 會不會是踩到綠營的痛腳呢 因為我們就來看到 現在有人就提出了 網軍這件事情 就沒有想到 馬上就被圍剿了 先是看到翟本喬 他是出席了 這個事實查核中心辦的 一個高峰論壇 那麼他就說 政府拿錢出來養媒體 有心的話 應該不是去辦什麼黑熊學院 甚至他也說唐鳳是網軍頭 就沒有想到 此話一出 馬上就被台下的人虛報了 這些人立刻群起拍手 要翟本喬趕快下台 那現在是不能說出自己的看法嗎 好 那現在翟本喬也說 唐鳳的那個位置本來是他 那翁達瑞就說公眾人物 不要吹牛誠信 說到吹牛 那真的是翟本喬嗎 還是我們的總統蔡英文才是始祖呢 因為他曾經看到2019年 他說台商回流的金額是有7千億 還當作是一個大內宣來宣傳 說7千億海外投資回來 當然經濟不次長林全 沒有想到那時候他林全能卻說 還沒有看到回來的資金 也就是說這個數字是掛零的 這個宣傳到底是要宣傳給誰看呢 還有說高端當時EUA獲准了 結果蔡英文就推文說 這希望能造福全世界 沒有想到這高端疫苗 現在很多人都不 很多國家是不承認的 還有再來是這個駐紐辦事處 他當時原本說 這個在賴台派開講的時候 提到說是他在擔任行政院 副院長的時候購入的 那當時是由錫坤拍板的 結果就被陳水扁打臉 說根本其實也不是他 所以後來他趕快也道歉了 這是不是才是吹牛 吹過頭了呢 好 不過現在民進黨可以說 是覺得自己撿到槍了 開始從上到下 狂攻台南的黑金爭議 就是之前這個88槍 那麼現在主謀落網了 說是這個主使者王文宗 那現在綠營就開始大作梗圖 說這個王文宗 根本就跟民進黨沒關係 他才是藍營的大樁腳 還列舉說你看他擔任過 國民黨的雪甲區主任 統促黨 甚至把這個謝龍健的後援會 有扯進去 那麼謝龍健當然就大動作的 來記者會就說 這個不是他的後援會會長 結果王定宇就跟他槓上了 說跟這個影片打臉說 謝龍健不要切割這麼快吧 可是謝龍健的說法是說 他不是這個 王文宗不是他的後援會會長 只有到他的雪甲慈濟公有參香敗票 換句話說他就是一個地方的人士 當然你要跑行程 跑選站 一定都會到這些地方 和地方人士有一些互動 謝龍健澄清他不是切割 謝謝他過選榜 但是不支持他涉案 而且他點去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民進黨一直現在看起來 是要把王文宗連結到國民黨 可是整件事情只是一個王文宗嗎 那郭蔡清呢 郭蔡清很鐵鎮鎮的事實 他就是綠營的民進黨中執委 甚至他已經是擔任到中執委了 蔡英文台南進選總部的執行長 甚至黃偉哲的進總總幹事也是他 那這已經不是大樁腳了吧 這根本其實就是大掌櫃了吧 所以現在要把他推到這個 國民黨的頭上 這樣子是真的 對嗎 那麼綠營現在是不是也開始 把這件事連結 他就批評說 這個到底當初國民黨一直指控的黑金 那現在國民黨哪來的臉呢 好 可是說到這個台南 雪甲的農地爐渣案 當時說這個業者不法獲利21億 郭蔡清等8個人遭到起訴 怎麼都沒有提到這件事情呢 以及這個台南議長的惠雪案 同樣也是郭蔡清說他是操盤手 邱莉莉這些難道不是鐵真正事實 都是民進黨的人士嗎 而且其實再發現一下看到說 這個王文宗 藍綠真的是偷吃 因為他在2022年的10月份的時候 也有和黃偉哲同框 那麼在2018年的時候 這個圈起來我們給大家看到 他當時是助選陳廷飛 現在看到這整張圖來說 光電政商的整個暗黑網 包含我們現在幫大家有變色的 這些人難道不是都是 民進黨的人士嗎 好 另外再說 這件事情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現在 反而大家已經模糊了焦點 其實這件事情 大家就有一些討論 說光電案 為什麼背後這樣黑影床床 主要當然現在有人就報說 這是台上市台南後壁 就是被五座的光電廠侵蝕 農地等等的這些爭議 以及綠能這個暗黑網絡 沒有想到立刻被台南市府警告了 而且他們就點名說 這紙本的傳媒 扯光電是沒有經過查證的 不實報導 這大動作的反擊 那麼當然現在 不只是這件事情牽扯藍綠 民眾黨也開碼 加碼開轟 說這個輪黑金的政治溫床 因為根據高檢署 他們統計說2021到2022年底 其實短短的兩年 已經偵辦了60起的綠能行賄案了 民進黨他們喊出說 美好的非核家園 結果背後是不是 其實藏有和自己有關係的團體 可以從中來獲得個人的利益 光電這個產業是不是反而 更容易藏污納購 我們先請教兵哥 兵哥怎麼看說 現在這個宅本橋 不知道他說的是實話還是他認同 不管怎麼樣 他發出的言論 是不是現在被抨擊成這樣 立刻被虛下台 其實這個就是表示台下做的 到底是一群什麼人 正常的話 他會說這樣的話 宅本橋可能有所本 可能也是他自己吹牛 這個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到底先找誰 這個我們怎麼很會曉得 但是宅神 畢竟也是一個有名的人 所以他今天就他的立場 然後他的看法 來去評析一些政府跟媒體之間的 關係的現狀 請問一下這個東西不能夠被公平嗎 如果唐鳳覺得不爽 或民進黨政府覺得不爽 可以去告他 告告看看你們會不會被法院認證 你們過去也這樣一直告我 後來一個一個都被認證 不是嗎 你們要再被認證一次的話 就再去告他 只是用這種虛的方式 只是讓人家覺得 你們很沒肚量 沒有辦法接受別人 直接揭開事實的結果 至於說要說吹牛 吹牛說你們這邊已經列一堆了 蔡英文的1.5個博士 不是吹牛 這個是擺明的吹牛 因為全世界沒有1.5個博士 對不對 所以他這肯定是吹牛的 胡說八道的東西 蔡英文能夠找出任何證據來 沒有 實際上蔡英文吹牛的東西 不勝美局 他不是說2024年 整個綠能要達到20%嗎 請問一下現在達得到嗎 然後你的 社宅 你的8年社會住宅20萬戶 請問一下現在有2萬戶有沒有 所以這一看就知道 蔡英文就是一個滿口謊言 每天胡說八道的人 這個人就是個騙子而已 所以我一直說 民進黨政府就是詐騙集團 這個沒有什麼好講的 所以要比吹牛要比胡說八道 要比鬼扯 蔡英文說第二 沒人敢稱第一 那翁達瑞你自己吹牛 皮吹了一塌糊塗了 他要一直出來講 雖然你大概認為 你不算公通人物吧 我是不知道 那至於雪甲這個王文中 現在很多人都說 你看你看國民黨也很黑 怎麼樣 我記得我很久很久以前 在貴節目我就已經講過 台南今天演變到這種程度 絕對不是只有綠營的 本來就是藍綠同流合污 這個我們一開始就講過的事情 這有什麼好驚訝 那王文中這個人 你現在綠營的全部都要撇清說 你都是國民黨的 都是統促黨的 鬼扯在了解地方 政治生態的人都知道 像他們這樣的人 其實藍綠兩邊都有 他就是只要能夠跟政治人物 挨上邊 只要能夠拉關係拉人麥 他就會去 就是這麼簡單 和解他還是一個公廟的主委 公廟的主委會 紫分藍分綠嗎 他一定全部都有 所以今天對他跟藍的 有沒有關係 當然要去查 如果藍的有牽涉在裡頭 一個都別想跑 這是大家應該都可以接受的事情 管他是藍的還是綠的 有牽涉在裡頭 一個都別跑 那民進黨說你看你們藍軍 還好意思講說 要去什麼掃黑 要去反黑金 那問題是今天國民黨有聯繫上 並不代表你民進黨沒有 你民進黨聯繫得更多 所以你民進黨有什麼資格 去叫國民黨才比較奇怪 因為你們聯繫的人更多 現在這個王文聰到底涉案怎麼樣 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現在也有 聽說蔡玉輝還跳出來幫他喊冤 說他了不起只是見義勇為 只是協助他們 他絕對不是祖賢 他是不是祖賢說真的我不知道 但是只要跟這個案子牽涉在裡頭 一個都不要跑 但是我非常擔心 為什麼 因為連檢察長自己都先辭職 檢察長自己查到一半查不下去 自己先跑 那你覺得這個東西查得下去嗎 接下來能夠查到什麼地步 我真的是非常擔心 以台南整個跟黑金之間 掛鉤得如此之聲 藍綠全部牽涉在其中 你確定檢察官真的有本事 有這個肩膀扛得住 能夠查下去嗎 我是很懷疑 只是如果台南這次的案子 不了了之的話 以後台灣怎麼能夠相信政治人物 不管藍綠誰能夠相信 誰又能夠相信你綠營 搞的這些所謂綠營能 所謂光電 到底是真的是為了發展能源 還是只是你們自己為了A錢 現在看起來很像是你們自己 為了A錢才能夠發展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觀眾店第一個都是一群廢物 一個都不能打 他遠遠不能夠當作機載電力 第二個 這裡都牽涉了這麼多的利益糾葛 又是黑槍 又是一下土地重化 那請問一下這些都不需要去查嗎 所以我真的拜託 全民應該要去警醒到這一點 今天只要牽涉到這件事當中的人 不管他是哪一個政黨 也不管他有什麼背景 我們全民都要支持 讓檢方 警方能夠一路查下去 因為這種東西如果查不下去的話 台灣的未來就完了 因為台灣未來就是黑金蕩道 永遠改變不了 毛哥怎麼看 說這個現在民進黨當然覺得說 自己可能撿到槍 就從上到下群起圍攻 說這個人到底現在 國民黨要說清楚嗎 當然謝長姐說了 你怎麼看說 他說這個郭再欽 其實才是這件事情的關鍵 郭再欽當然是關鍵中的關鍵 大家特別要注意 郭再欽是我們說實話 郭再欽他就是一路以來 賴清德在台南 他們直接嫡系領導的人物出來的 包括你說邱莉莉 包括你說副議長 這些難道不是賴清德 自己新潮流的子弟兵嗎 我們要搞清楚賴清德在台南的 整個權力結構 你必須要認識兩個人 媒體不太常提這兩個人 甚至大家可能聽都沒聽過 一個叫黃先柱 黃先柱他去年走掉了 但這個人是一路栽培賴清德 起來的人 這個人的地位跟吳乃仁 邱毅仁 在新潮流是差不多 跟立錦翔他們都是同一輩的 這個人就是很特別 他甚至還曾經跟他太太 自己還炸領過健保費 他們家還有官司過 還有刑責過的 但是他是賴清德 一路拉拔上來的新潮流大佬 另外一個賴清德你在台南 要搞清楚他的人脈的 整個往下拓的 上面的線頭的 就叫康銀壽 康董事長 講他的本名大家不認識 我只要講他是 賣掉要記名 地下廣播電台 從以前地下廣播電台 全省賣藥串聯的記名 被判過多少官司 什麼偽劣假藥的 自己去查有沒有 這些人都跟賴清德 是什麼關聯 在台南人盡皆知 他們下面有哪些人 有郭在清 還有什麼體育會 還有什麼這個 什麼整整官的 那你說下面 什麼有藍有綠 那都是三十年前 你在跟我講他是藍他是綠 這二十幾年來 從陳水扁到馬英九 又到了蔡英文 種種的這整個 掏喜跟政治上 所有逐水草而居 的這些政客也好 財團也罷 地方的土豪獵生 大家有的吃就吃了 誰管你什麼顏色 你說這些人到底是什麼顏色 我跟你講 鈔票什麼顏色 他就什麼顏色 大家聽得懂了 竹水草而居 那今天執政黨在那邊 丟出了多少的大餅 包括光電 包括土地利益 包括還有變更 包括還有埋廢土 包括還要動到去綁 這個說綁銀子又綁人 來選議長副議長 才能決定後續的資源分配 這些都是一整套的東西 你看台南跟看全台灣 其他各縣市 你要搞清楚這個脈絡 你說中間什麼有藍有綠 你不用在那邊推了 誰有資源他們跟著誰 這就是我們講 為什麼這些資源的可怕 跟你選錯人 會有多大的影響 因為你選錯人 騙完選票騙鈔票 黑道跟財團 還有這些不孝業者 都叫連削 連起來削 削什麼 削名字名高 削政府的錢 因為這些東西 政府會編列很大很大的預算 我相信我們所有節目裡面 在討論的 為什麼這個要編那麼多 不合理的錢 為什麼這個沒有作用 明知道一年沒作用 兩年沒作用 卻持續的編 蔡英文說2025年前光電 風電 風光發電要花滿兩兆 扎扎實實的要花掉這兩兆 為什麼 因為不編這個錢 不花錢 是不是就沒有回控 你跟我說光這兩年 風光發電有60個案子 那還是逮到的60個案子 然後大家說什麼綠電蟑螂 你用蟑螂來形容就很對 蟑螂就有一個黑術的概念 在裡面 你看到一隻蟑螂 代表那裡有一窩蟑螂 有60個案子被起訴 後面可能是800到1000個案子 非常可怕 不用在那邊推 誰執政 誰負全責 這個介大使怎麼看說 這個當然是在說 包含光電這個產業 是不是真的黑影窗窗 到底誰該負最大的責任 蔡英文 這個是源頭是錯誤的 這個能源政策 台灣根本不適合發展光電 大陸光電是世界第一名 它都在鹽檢地 沙漠那個地方 無法使用的土地 它上面鋪這個光電來發電 台灣都是千亩糧田 這樣給它廢掉了 前一陣子還更荒謬的 兩塊這個台塘的土地 這個平地造林的土地 都差不多一百公頃的 一個在屏東 在這個環山公路 一個就在台南雪甲 就連著高速公路旁邊 上百公頃的 這個造林造了三十年 這上面都是真規 要通通砍掉幹嘛 砍掉來種這個 所謂的太陽能光電 這個全世界的大笑話 什麼叫綠能 樹就是綠能 樹就是我們要保存的 哪有說把樹砍掉來發電 這個是全世界最荒謬的 然後你要知道 那個太陽能面板 它將來用舊了以後 是最大的污染源 你沒有辦法處理 你在破壞台灣人的 土祖先留下來的土地 把台灣這塊土地 搞得污染不堪 然後全部種地的 這個養餘溫的上面 通通蓋這光太陽能面板 這是什麼愚蠢的 這個是在毀壞我們台灣的土地 沒有一個國家這樣做的 只有蔡英文這群人 喪心病狂這樣子毀壞 我們祖先留下來的美麗土地 然後更可惡的 就是放任這些 所謂的綠能蟑螂 到處橫行霸道 然後說穿了 有的是用夠錢 有後面就黑道在那邊 叫人家交土地交出來 這些事情不要鬧得真的是 有夠烏煙瘴氣 鬧得最兇的就是 民進黨長期執政的台南縣 台南縣 這個民進黨執政了多少年了 這裡面吹經最嚴重的 就是這個縣 那個開槍 後面的這些從議長的選舉 真的就是什麼 真的就是這些土地 上面有蓋綠墊 然後後面都是黑道做主 然後拿著槍出來 這個長期執政的民進黨 不負責嗎 對不對 你現在黃偉澤拖得了身嗎 對不對 你現在賴清德 都是你留下來的餘孽 你不負責嗎 從中央的政策 到地方的貪腐 到地方的墮落 台南縣就是台灣 最好的一個例子 給民進黨長期執政縣 就是今天的台南縣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還有什麼好說的 出現一個只要找到一點點證據 就要把所有藍的都拖進去 這些伎倆不要再用了 你把台灣人當傻瓜 如果再相信這樣政黨的話 台灣真的是 永遠沉淪下去 台南市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民進黨長期執政 黑道上街去打88槍 再給他再繼續執政的話 全台灣到處都是黑道橫行 然後拿的都是上造人民的血汗錢 搞的是什麼光明正大嗎 你的風電你的太陽能 都是全世界最貴的 你的風電一度要買到6塊多 你去問問看 越南人家風電一度多少錢 你的半價 請問蔡英文你給什麼交代 你拿台灣人 這個血汗錢這樣子浪費 你良心何安 所以這個包含光電 以及這88槍 再查下去 這看起來水是真的還滿深的 所以請下馬上回來